也要來關心在郭台銘推選之後 郭柯王結盟視同破局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今天則是自爆 說正在努力爭取親民黨提名的總統門票 而另外柯文哲則是搶先二十二號 先推出了台灣民眾黨的低波 立委參選人名單 我們在鏡面上頭 現在呈現的這一份 就是最新的民調顯示 在二零二零的立委大選 有四成的民眾不投藍綠 想投給第三勢力 而且在這些選民當中 想要把票給台灣民眾黨的 占了百分之二十七 想投給時代力量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四 似乎代表著民眾黨 現在恐怕會成為國會的第三大黨了嗎 但時代力量前一天才針對了柯文哲說 第三勢力政黨犯的錯 是在統獨軸線上競爭 怒批他混淆視聽 民眾黨恐怕會淪為失根的政黨 柯文哲今天親上火線 回嗆對方貼標籤 我們需要的是明治維新的 不是義和團的 再轟議事形態綁架台灣 前一天台灣民眾黨正式推出首波立委參選人 但時代力量發出聲明表示柯文哲先前說 第三勢力犯的錯是統獨軸線上再競爭 反批科批迴避國家主權立場 民眾黨將成施根震盪 回答蔡英文的話 也可以回答時代力量 所作所謂是哪一條有違反台灣的主體性 非刻意性的一個定性性的描述 聽到人聽不到 照看起來都貼標籤而已 柯文哲以一個兩岸一家庭 曖昧的正式用語的說法 割空在一杠時代力量 畢竟兩黨之間早就成為最大對手 平原媒體最新民調 2020立委大選 44%選民依舊想投給藍綠 另外四成民眾想投給第三勢力 而在這些選民當中 民眾黨拿下27%選票 勝過時代力量三個百分點 成為藍綠之外的第三大黨 不過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卻爆料 他正在努力爭取清明黨2020總統門票 郭台銘退選後 郭柯王三人結盟心同破局 更傳出柯P反對和小黨共主政團 是考慮2024總統門票算誰的 他沒有這麼講 不過你這個還是要去問他 問他本人 我最討厭人家什麼 聽說傳聞 把名字列出來 合作當然都合作 怎麼合作 審不審總統 人不鬆口 柯市長化身柯主席 宣偵國會席次全面發力 介紹台北綜合報導 的午餐廷 三根日快樂 復仲前卯主席